今天是拳王嘴最歪的第八天模式 他自嘲是拳王嘴最歪 因长相遭到歧视 却没有因此气馁 反而邦和自己一样 有缺憾的人记录生活 他把白话女生拍得像天使一样 邦脸上有斑的女生 和玫瑰结合在一起 让他有机会在生日发美照 他的工作看起来简单 却在帮别人圆梦 梁田为何拥有拳王最温暖的评论区 我是邦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梁田的拍摄之路 三年前的梁田还在为自己的颜值感到苦恼 而如今的他 已经在帮助别人重塑自信的路上 约走越远 他就是网友的救星 只要有需求 梁田就会到场帮助 有网友的好闺蜜 因脸上有红班 二十多年来从未主动发过照片 还因此被老师劝退 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 为了让朋友可以自信 网友专门找到梁田 请他帮助朋友 看到红班的一瞬间 梁田就想到玫瑰花 他在女孩脸上留下玫瑰花印记 给他留下最难忘的照片 高中时期 最讨人闲的可能就是班主任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紧盯着学习 为班级荣誉操心 但在班主任注意不到的地方 由于整个班的学生联系梁田 希望他能给班主任拍照片 证明班主任眼神犀利 但言语温暖 接受梁田拍照后 还不忘找学生算账 他总能抓住关键点 找到同学没收手机 领头同学损失一部手机 却给全班同学和班主任 留下深刻印象 老师有条理 学生之感恩 这不就是教书与人的现实体现 无论是多好看的人 都会对自己不自信 这或许就是人生的不如意 一名男生找到梁田 希望他能帮女友恢复自信 原因竟是太多人说他们不般配 说女生颜值下滑太快 可在两人心中都有爱 外界的声音只能是噪音 梁田拍摄的人群中 大多数都得比较特别的人 他曾遇到一位白化病女生 头发睫毛都是白色 皮肤在阳光下发光 但他不敢晒太阳 也不敢走在人群里 因为他看起来太特殊了 在同学们眼中 他像吸血鬼 可在梁田改造下 女孩变成天使 同样圣洁纯粹 梁田的行动 并不只体现在拍照上 当他遇到自闭症女孩 为了帮他们减轻压力 打女孩推荐给摄影师朋友 帮女孩找到同模工作 他曾遇到一名微胖女生 只因在网络上发了一张照片 就被辱骂一万多条 可女生根本没做错什么 她的经历让梁田想到自己 三年前 梁田凭借一张照片走红 她第一次体会到 这张粉过腕的感觉 但从那以后 她每天活在惶恐之中 因为她知道那张照片是批过的 她本人并不长那样 她脸形崎岖 连说话都说不清楚 直到过了很久 她才敢面对自己 没想到除了最开始有人不接受外 后续都在安慰梁田 或许直面自己才能获得尊重 有时自信是改变一切的钥匙 要先自信自爱 才能迎接改变 你认为梁田拍摄中 谁的故事最打动人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你想看的网红故事 尽在网红闲鱼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